顧音生活館鐵門拉下大門緊閉 已經在北投當地營業超過十年的老字號藥局 原先公告因為內部整修暫停營業 消費者以為只是歇業裝潢 沒想到藥局早在8月30號已經解散登記 根本是惡意倒閉 他在這邊真的很久了 然後他旁邊其實就有一間很大間的連鎖的 那我們都沒有選擇去那間 然後就是一直願意這樣支持他 然後他就是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 就直接倒閉了 我覺得真的蠻惡劣的 陳小姐控訴這間復應用品店 專門販售奶粉尿布還有保健食品 因為購買十二倍數的奶粉會有不少優惠 所以家長們一買就是十二瓶起跳 大量購買後 即放在店內以一瓶奶粉八百元來計算 十二瓶九千六百元 二十四瓶就要一萬九千兩百元 沒想到藥局卻無預警關閉 找不到老闆讓家長數萬元的錢 血本無歸 原先有一對服務器經營在今年初轉讓給其他人後 疑似就出現營運問題 不只寄欠房租電費電話打不通訊息不回 還有家長直接被踢出會員專屬的社群聊天室 剩餘的奶粉拿不回來 店家也直接人間蒸發 蕭博官呼籲受害者盡快提出申訴 而北投老字號藥局惡性倒閉受害者大多是附近住戶 人數恐怕還會持續增加 三熊許照文佩花台報道